Good morning guys Welcome to my home But more importantly Welcome to my studio 你们有一大部分人意识到了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 将近一个月吧 我和老陈没有更新了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exactly why 但是首先我要和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新场所 我们的新拍摄地点 我们的工作室也是我的家 从头流到尾 我和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里面的玩具销销设备 还有一些对我们 有很大支持和帮助的赞助商 那先不多废话 我们给你嘚瑟一把 first things first Let's turn on the lights 敞亮一点 从头说到尾 通常早上起来进到厨房 我第一时间会给我自己打一杯鸡血 鸡血无非就是咖啡了 所以即使这个对我的一天行程来说 那么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觉得最好是在设计当中 设计的仪式感进去 所以在我的水吧台这边 我设计的一个台下 小心盆 这样子每天早上 给自己做喝的 无论是泡茶也好 酒也好 咖啡也好 有点仪式感 说到这点子上 这是我的鸡血站了 也是奇门子很大方给我赞助的一个 EQ700的 Beauty Cup Coffee Machine 但凡你是个正常人 你会想喝的咖啡也都在这上面了 豆子放上面水放侧面 Coffee Machine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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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说到这个点子上 和你们介绍一下吧 我下面的柜子也是 这是我放所有和流体液体有关的工具的都在这儿 调酒工具啊 这边是我的八台冰箱了 冰块会放这儿 一些冷冻水果呀 我自己喜欢喝的需要冷冻的酒 然后旁边的果类 甜的类 牛奶啊 反正所有流体东西了 这是我的mini bar fridge Yah And then up top are all of my Electronic tools for liquid 所以这一片过来 就是我的八台区了 今天这期视频信不信有你呀 但是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眼的成分的 这真的是我一个日常会用的场所 毕竟是我家嘛 所以刚好也是个机会和你们介绍一下 我到底是怎么设计我自己的厨房流水线的 破壁机 料理机 还有我们自己设计研发生产的 一个 乳水低温料理机 这么说公平吗老陈 反正带针带煎 带低温带煮带蒸 也带抽真空 那这改天和你聊吧 今天就和你们介绍一下场所吧 这些都是 每个厨房需要有的柜子 收纳空间 我的工具都会住这儿 我下面的干料粉类都会住这儿 从这边过来就是我的糕点甜点面包 写早餐角落了 this is my little breakfast corner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要做早餐的话 我通常会在这个地方坐 在这怎么做早餐呢 很多人会问 我在台下安了一个岩板电磁炉 也就意味着我可以直接把我的锅拍在台面上面就可以炙热了 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儿揉面搓面团 做汉堡也好啊 法国人也好啊 all the bread I need lives right here 我的厨师机 over here are some more fun and games 又是西门子很大方给我赞助的一个抽烟机 抽烟机下面是我们 new broiler公司那边的朋友给我们送的新的燃气面火炉 我所有需要焗啊 烤啊 需要明火 从上往下给温度的操作我都会在这儿了 pizza也行 所以这边就等于是一个非炉头的热炉处理了 我的电饭包也住这儿 我的 不是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也住这儿 前一段时间我还在吐槽空气炸锅这个东西呢 但是改天我再和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有点不一样 而且再加上很多人的嗓音太统一了嘛 你们都天天问我空气炸锅空气炸锅空气炸锅 那我不能思维太固执嘛 得想尽办法迎合你们嘛 至少去看看你们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玩儿 然后研究出来了一些小菜谱吧 今年的很多视频当中你们会看到的 特别是我们新琢磨的一些节目格式 这个我来和你们聊 下面是我的洗碗机 说到这个点子上面 要是你们家里有朋友们在装修厨房或做改装的话 千万不要觉得我这是个指南啊 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些我喜欢的小设计点 希望对你们来说有帮助 这边就不用解释了 上面都是我的柜子 放盆啊碗啊盘子啊和瓷器的 下面是我的得力杯发酵空间和挤降瓶 盐也放那儿就是 常年需要用的瓶子最高的东西 我都会放在这个空间 最好不要被门给挡着 在你们条件允许的前景之下 在装修的时候我建议你们 千万不要买双盆 买一个大单盆这样子 你锅扔进去洗的时候跳个舞 都空间够 我最讨厌的就是需要 歪刮裂脚 便便拧拧有的去把锅这么塞 这么塞这么刷 然后水进的到处都是很烦的 能有多大就给多大 我这上面还有洗杯器啊等等等等 but that's not important 上面就是美滴赞助给我们的一个商用微波炉 除了它外表比较整洁 比较干净 比较简单 然后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工序功能 这就是一个简简单的功能功率 时间结束 that's what i want in a microwave i don't want other bullshit 我不想为一些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用的功能 花钱 所以要买微波炉的话 买最简单的 又一个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 和小空合作的一个真空机 我建议现代厨房里面只要条件允许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一台 可以大大帮你减少食物的耗损 同时放这也不碍事 你看这个工业是专门给他的 所以我的所有包装业务都在这儿 这样子我备完料转身过来就可以包装 进烤箱之前进烤箱之后 需要洗的东西洗菜完洗完了之后 直接在这里抽个袋子出来真空完包装结束 I save a lot of food this way 台下的收纳空间 台下的垃圾斗 结束了 但是我猜你们最好奇的 不是这些萝莉巴索的 而是我的车间 Welcome to the engine room and this is the beating heart of my engine room 讲到了我的机房 我要和你们讲一讲我机房里面的发动机了 This is the beating heart of my beast 在我的右手边 是一个厨艺租 我们的朋友厨艺租 帮我们安排的乐性烤箱 这是一个全国少数的单项店乐性烤箱之一 乐性烤箱 乐性烤箱 它的功能当然不需要我介绍了 要是你们觉得购买一台 六位书的烤箱压力太大的话 I absolutely agree with you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厨艺租这个公司 会提供一个从商用的大设备到小设备的租赁方案 想了解一下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私信我们 联系我们 我跟你介绍 This is actually a service I highly recommend 特别是给餐饮创业者 千万千万不要把太多钱花在一些 说不定你用不用得上的硬结上 从一个生意角度去考虑的话 It's not smart Anyways 这是无聊事了 感谢在和你聊那些细节 乐性烤箱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好 但这一台烤箱和别的烤箱什么不一样呢 上面是一个内循环的抽烟机 也是直接搭配我这烤箱的 下面是一个烤箱架子 所以我所有需要做烘烤烘干蒸的业务都在 它这儿了 It's a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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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 你要是问我家庭需要这个东西吗 Absolutely not But I like it So I have one 再接下来就是卡塔利 赞助给我们的严版面板冰箱 I think it's beautiful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它的收纳方式 它的空间利用率 以及它里面的功能 几乎适合从大到小的所有厨房 我最讨厌的就是 把冰箱买大幅劲儿 然后不好好利用里面的所有空间 或者在设计上 除了长的美观和花拽以外 里面其实使用率非常低 就好比你租一个铺子 然后使用面积只是 就是建筑面积的百分之五六十 Fuck no 这个算是一个实用率非常非常高的 设计的很干脆很明了的一个冰箱了 你看 上面是冷藏 下面是冷冻 再下面是几冻 这边是我的干货舱 所以所有粉类干类 特别是酱类都在这儿排着了 我所有伸手都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这样子一拔开来 用完了之后就放回去 It's a great way to keep your kitchen organized and clean Remember working clean is the key to working fast 在这边说到伸手方便能拿到的话 这是我的香料墙 所以所有我常年会用到的香料都在这儿了 这是个法郎板 这些罐子都是磁吸罐子 所以我需要的时候抓一个下来 用完了之后拍回去 抓一个下来 用完了之后拍回去 一目了然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所有需要的香料 补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拿一个下来补完了 打好标签拧上去拍了 结束 你看 在旁边这边也是一个方便我做笔记 旁边这是方便我做笔记 的法郎板 我留了一片空间 然后这边都是我的磁吸架子了 方便我用放吸水纸 我的分数 OK 说句实话 我建议你买一个磁性大一点的架子 放分数袋 放吸水纸 放我的保鲜膜 然后我需要备料 有什么业务 或者是今天晚上的我 需要提醒明天早上有起床器的我 到底要做一些什么 冰箱里边有些什么 发酵一些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在这里做笔记 其实说到这个点子上了 这边有个垃圾处理器 所以我所有厨余垃圾就不用分类了 直接倒下水道里边 打成个泥板 吹到市场里面 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也可以减少很多 第一都是湿答答的垃圾蛋 满屋子溜达的这些 这些噩梦 你看 下面是我常用工具 我的刀 所有铁器 所有和切有关的东西 都在这个抽屉里边住着 旁边这边是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填满的 其实目前为止就是放个勺的 下面是我的大铁盆 这边我的窗 我的锅盖 说到锅盖 墙上面都是磁锡架子 放的都是我的锅 你看 从头到尾 我的金铁锅 不锈钢锅 我的铸铁锅 我的不粘锅 都一目了然 能看得清清楚楚 一清二楚 我到底需要什么 直接拿就行了 因为很多厨房我发现的 他们觉得柜子里面 不够地方放东西 的确是 没有完好的利用 他们厨房立面 所以假设你们有这方面需求的话 你可以直接墙上面 装几个磁铁 刀条 这是用来固定刀 刀条我多买了几个 然后一路固定上去 直接把锅拍到墙上 我觉得长得挺帅的 但是个人风格了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么 实用的视觉 很多人会觉得 麦太或者是心里过不去 台面上面 我装了一个 伸缩插座 这样子我的 手持搅拌机 所有小电器 或者是我想把我的 储师机搬到这儿 来的这边操作台面 做一面 做面包的话 我可以直接搬过来 从这取电 上面也可以用来 充手机 说到这个点子上 就是每一个厨房的核心了 The beating heart of any good kitchen is a great stove 这个是我的炉子 这是我的法拉利 这是我的超跑了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很符合我个人风格的一个炉灶了 火力给的猛 大粗糙 耐折腾 这个对我来说是所有衡量炉子的核心基础原则 硬条件 炉子不能脆 必须得结实 至少得比你结实 从左到右 这边是我自己做的法板 旁边是四头炉 它也可以换成铁招 变成个六头炉 你说啥呢 除了它体积而大以外 没有什么缺点 这也是我们有幸和美大笔合作 美大笔非常大方赞助给我们的炉子 是他们旗下的Thor平台的商用炉具 但是你说商用炉具有必要玩的家里 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很有必要 毕竟是个厨房 对我来说 美食在我生活当中的重要性 足以满足这个条件 去让我在家里有一台这样的炉子 我也建议要是你像我一样或类似的话 你可以考虑有一个火力猛 的炉子 这个会给你做饭带来很大很大的乐趣 火力猛的炉子 会让你瞬间发现做饭 就不是一种劳累的 是一种享受 你看 anyways 往这聊 这也就是西门子给我们赞助的一个 非常非常 嘚瑟 很帅的一个伸缩抽烟机 所以我每次在这边爆炒 或者是煎炒的时候 直接烟会从侧边走 走完了之后内循环 直接从下面吐出去就拜拜了 我这个屋子里面 其实有三个抽烟机 两个西门子送给我们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安装的 天花板抽烟机 全部亮起来的时候像个飞机跑道似的 对老陈来说找来了不少烦恼 但对我日常使用来说 It's beautiful I could not ask for more This is my perfect Platonic ideal of a kitchen Now I bet a lot of you are asking me why Why do this 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去做一个那么花里胡适的拍摄场所呢 It's very simple I owe it to you 这是我欠你的 今年我和老陈觉得我们该是时候去尝试去试探去摸索一些我们以往觉得是陌生的空间和事物了 无论是更长的视频也好或者是短格式的视频也好 其余两个点子吧 一在餐厅拍摄的确是不方便 我有点开始舍不得不忍心让我身边的团队为了我们的创作熬夜加班忙前忙后帮我们打扫帮我们整理食材帮我们备料 It's not fair That's not their job That's my job 但是刚好见了这个机会我也有一个借口去在这个新的拍摄地点给你们带来一些以往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做的视频内容 无论是一个更直接的交流方式 同国论坛也好啊 我们来访的亲朋好友也好啊 或者是邀请有可能你们过来陪我们做一顿饭也好啊 这个是我们2024年在琢磨的一些新的节目格式 加上一些短格式的视频当然你千万不要担心有机会有时间我们还是会保持良好习惯在喜剧派拍摄那些你们这几年来习惯的内容的 Because that's still a great way to communicate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借着这个时间节点我应该做一个比较有仪式感一点的改造 今年也该是时候我和老郑去实操一个我们想了很久的主意了 要给你们提供直接一目了然的课程 帮你们给自己建立厨房里边的自信去让你实现你的厨房梦想 无论是无国边界的料理啊 不同国家的料理啊 食物历史 食物化学 还有一些商用厨房里面的秘密和消息 还有从基本功到基本功之间的细节 我们都会整理成一系列的课程 2024年让你们一步一步的投资自己的进步 说到投资自己这个话题上 2024 i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me I'm turning 30 我也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 该是时候投资我自己了 无论是我自己的健康 我自己的进步 还是我自己的学习 30 is the time for me to invest in myself I cannot wait to show you guys what we're going to get up to Thank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take care I'll see you around 很少见你说要投资健康 我觉得你以前不在乎 你是经历了啥 我不是不在乎 我不是经历了啥 我不是经历了啥 我好死哦 不是 这一辈子的闹啊 躁啊 拼啊 都是有额度的 这个额度的大小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都是在耗老本嘛 我觉得我有义务去为我后半辈子 开始负点责任了 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这不意味着我应该躺平啊 什么注意我的隐身呢 该乐还是得乐啊 因为一个是寿命的时长 一个是生活的性价比 在特别是在这个话题上 美食这个领域啊 有一部分人 吃是为了活着 but not me 我更是活着为了吃 但是不能为自己不负责任啊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or how else you're going to be around for the people you love and the people who love you 我们也不会停啊 我们依然会那么拼 但是你得有资本去拼啊 要有资本拼的话 那你得自己好一点嘛 千万千万不要欠自己这份仁义 那时候你得了飞气肿 然后连续拍几天 yeah but that's my job 我乐在其中我很开心啊 飞气肿就飞气肿呗 就是你想吧 我这半辈子在厨房那边了 我拉着嗓门嚷嚷 再加上我自己的不良习惯 就是不得飞气肿才怪呢 但是这不是一个 怂退的一个借口啊 你只要好好的去调整自己 才有资本去继续这样子 还有个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课程吧 这个课程有什么特征 可以总结一下 当然了 绝大部分课程不是课程 是明目张眼的骂你笨子 握着你的手 非常口水的一步一步陪你走 但是也不跟你交代一个为什么 一个清楚 原因是因为他们怕你听不懂 怕你听不进去 怕你没耐心听 I don't think so 我赌你聪明 我赌你有这个本事 我赌你对目前为止 厨房里边指南不敏感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和你交代 你花钱你花这个时间 他们凭什么没有义务 就和你交代明白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更是教你方向感 不是指南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你已经会了 只不过是你忘记考虑 怎么去利用你先天有的这些本事和天赋了 所以我们的课程会更围绕着 教你怎么去利用你现有先天有的工具 然后同时教你们一些细节 不是基础 细节 就像我刚才说 千万不要欠自己这份人情 Be good to yourself 行了 别废话了 我们要开始拍下一期的视频 我们要开始拍别的视频了 好